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没有多少人不知道她,说她是第一公主也不过。 她是一个幸运的公主,也是最不幸的公主。 幸运的是她生在了大唐最为强盛的时代,生在了一个最为开放包容的时代, 而且是这个国家实际掌权人的掌上明珠,几乎是应有尽有。 不幸的是,她的万仙宠爱,滋生了她对权力的野心, 她母族的血液里,流淌着不安分的衣子, 每一个皇帝都不会容忍一个不安分的长。 母亲将她看作是帝国的幸运,又是帝国的嫡女,自然是宠爱的。 她少年的时候虽然很太平,但是也有一段童年的阴影。 母后一直在提拔武家,她有一个表哥贺兰,生性懒惰,好色,许多宫女奴婢都遭过毒手, 但是她竟然对公主下手,也许公主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,但是一定是有阴影的,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,让母后对她忍无可忍,赐死了她。 她少年的时候,曾经被异国王子求婚过,但是远,嫁藩外并不是她母亲的意愿, 接口她是女道士不可以嫁出去,并且火速送她去了道观, 大堂有许多公主都做了道士,并不影响她们的奢华生活,直到公主二十岁。 那年的公主,喜欢上了薛家公子,亲自向父亲母亲陈情,成功获得了赐婚,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。 这段时间是公主最开心的日子,她不想要什么权利,只想和爱人在一起,并和驸马有了两个了可爱的孩子。 但是母后很是不喜欢,这个女婿,借口谋反之罪,将驸马抓起来,并且生生地饿死了她。 公主自此性情大变,她恨她的母亲杀了她的爱人,她开始对权利有了欲望,她知道自己只有掌握权力,才能保护她想保护的人, 于是公主登上了政治舞台,她凭借出色的能力,很快赢得了政治上的一席之地。 到公主鼎盛的时期,朝廷上大多的官员都是公主麾下的。 在午后专权的时候,公主被母亲嫁到五家,但是公主始终扶持李。 家的人继承皇位,在一番争斗之后,扶持哥哥登位,可是哥哥性格柔弱,却被嫂嫂和侄女夺了权。 公主又在政治争斗中,杀了为后和安乐,想自立为皇,结果被能力卓越的侄子李隆基控制, 赐辞在公主府,公主府上下,只有她的一个儿子躲过。 在公主鼎盛的时候,她的封闭一再扩大,人们说她几乎拥有了天下。 但是很可惜,公主野心太大,最后只能被赐死。